欢迎光临酒吧 欢迎来到酒吧新闻台科技酒吧 我是你们的店长 杰米林志诚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城市里面的移动 今天请到的工 的人 他们的公司就是 哥哥肉的行销副总 彭明毅 明毅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在访问我们最近 台湾非常这个热门话题的主角 哥哥肉的这个名毅之前 我们要来看看全球 过去一周的重点科技新闻 首先是Facebook的股价再创新高 那每股来到88.86美元 他是把Facebook公司的市值 推到250个Billion美金 就是2500亿台币 那分析师认为 是这个因为推出了Oculus Rift 虚拟实境的眼镜 把Facebook的股价推升 也有人认为是因为 Instagram越来越受欢迎 那这就表示 这个Facebook最近做的 这几个并购都还蛮成功的 反映在它的市值上面 那事实上在2012年 Facebook IPO的时候 它股价一度有跌到19块多 那现在已经到88.6块 所以有买有赚到 名义怎么看 Facebook其实在台湾普及率非常高 是全世界普及率最高的国家 如果没记错 对然后另外一个 Facebook很清楚的知道 当大家还在用PC的时候 它知道它发展Mobile 所以Mobile你看在台湾 大概每个手机用户 基本上应该没有人手机上 没有Facebook的 我可以 它另外一个很可怕就是LINE 对 LINE在台湾的普及率 也是全球数一数而高 也数一数而高 对 而且Facebook它最近的Messenger 也起来的很快 已经到了7亿用户了 然后最近也打开说 你装Messenger 不一定要有Facebook账号 所以它现在已经开始变成了 多旗舰这样的一个公司了 对 而且透过Facebook你真的可以 像我的年纪 我找到好多13多年的朋友 是因为Facebook 我也是 这是证明我们老了 并不是从小大家一起 用Facebook长大的 好 第二则新闻也是美国的新闻 Dropbox 很受欢迎的云端硬碟 突破了4亿的注册用户 那去年5月也传出3亿 所以一年的时间成长了1亿 也就是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那不过它并没有透露活跃用户 只说这个注册用户一直在成长 那它说三分之二的用户 是美国以外的使用者 那每天同步的档案 有12亿个左右 不过大部分的人是免费用户 那企业的用户则有800万 较去年同期 就一年半前的400万成长了两倍 那全球500大企业 也有很多在用Dropbox 另外他们说Dropbox 现在有1200多位员工了 那未来会把目标 放在企业用户上 因为企业比较会付钱 那现在已经有10万的付费企业用户 名义是用Dropbox 还是用Google Drive 我用Dropbox 用Dropbox 为什么选Dropbox 不是选这些Google Drive 或是微软的solution 或是iCloud 两个原因 第一个它 因为其实用Google 做search的人很多 对 但是我不知道多少人 用Google Reduce Account 去做Google Plus 跟其他的Google Service 对 我自己没有那么常用Google服务 但是当我要share一个比较大的档案 特别是当我们有很多我们的supplier vendor 在美国西岸我们要share file的时候 Dropbox还是大部分的首选 好像还是比较方便 放到一个public folder 就会给你一个public URL 对那URL直接copy paste 所有人都可以拿东西 而且其实速度还蛮快的 对这个使用体验我觉得很好 可是为什么其他人都没有copy 我觉得好奇怪 蛮有趣的不晓得 可能因为它在后面做这种云端服务 它后面的server的空间要非常大 它其实不是一个 但Dropbox它大部分的backend 是leverage Amazon 对对对 所以其实也 其实Amazon它也能够提供你这样一个URL的功能 它有那个S3这个服务 不过对啊 我觉得Dropbox它其实是一个用户体验 做得很好的公司 真的不错 好 最后一个则新闻 也是美国的新闻 这个来自西雅图的新闻 美国的微软的office软体 终于推出给Android手机使用的版本了 那之前其实是推了iOS跟Android平板用的版本 那现在终于推出给Android手机用户使用 那Android手机大家都知道是全世界市占率最大的手机 市占率大概有80几个percent 那以后在Android手机上面的用户呢 就可以随时的同步 跟在这个Microsoft Office 365上面的这些文件 那随时可以在手机上编辑文件 也可以播放简报 那这个其实是微软的新CEO上来的一个策略改变 他其实已经要把微软变成一个服务商 然后把软体遍布到别人的作业系统 而不是再去跟微软自己的作业系统绑定 民意之前是Nokia有服务过Nokia 我在Nokia也待过 在Microsoft也待过 你怎么看微软这一两年来 新的CEO起来之后的改变 我认为是蛮成功的转型 因为很多年前还在微软的时候 其实就很清楚是一个box mover 那那个时候我们也在做corporate的一些 就B2B的business 做这个所谓的licensing business 还是一套软体的概念 但是等到进到这个世代的时候 免费其实是变相的能够提供user更好服务 但是要在中间找到business model 其实是微软变形转型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关 就是以前微软很习惯说 我的软体每一套出去都是要卖钱的 但现在变成说像Dropbox 它可能是有5个percent的用户付钱 其他95percent是用免费的 但是它创造出来的Networkify还是很大 而且如果微软要能够维持它的office 在这个市场的这个所谓的独占性 它必须要扩展到别的平台 没得选 真的没得选 因为其实在尤其在mobile上 Windows自己的平台的使用量是非常小的 当你现在大部分时候你收到一个file 你还是wordfile 拿什么开 还是Microsoft Word 只是如果在Android平板上不能开 你就觉得说有一点那个 对或者是说 其实你就会被别的服务持权 因为Google到他就会支援这样的format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事 但是是一个好的选择 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微软的这个转型能不能成功 好回过头来 我们来访问今天的特别来宾 今天的来宾是Google的行销副总 彭明毅 我想收音机前面听众们 应该有多少听过Google 可是不一定很清楚这家公司在做什么 要不请明毅再跟我们再介绍一次 很多人听到Google 可能一开始的理解是 一个新的做电动机车的厂商 很多的first impression 因为主要大家看到产品的电动摩托 可是我们一直自己define 我们自己是科技公司 我们是尝试利用科技跟连结的力量 comactivity跟technology 能够把这个使用能源的方法 重新改善 大部分人现在移动都是靠的汽油 但是我们认为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更干净的方法就是电 可是拿电来驱动车辆 要怎么去管理它 要怎么去运用它 因为电其实是efficiency高的 可是它的管理的方法跟补充的方法 过去一直是障碍 对要充电嘛 那比如说像国外 如果你买了台电动车 家里要车库要改 然后要去弄了一个新的充电装置 对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infrastructure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使用一个电动车辆 那我们尝试的在像台北这么等于是都会密集区 而且尝试的不是从高端的产品走起 不是从两三百万产品走起 我们试着给两轮的汽车 两轮的汽车用户一个新的选择 所以台湾其实算是全世界摩托车密度最高的 是 的国家之一嘛 那但摩托车跟美国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电动车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 美国人他们开车的人 通常家里有一个固定的车位 我有自己的车库 所以我的车子开回家 车库改一下 就在我自己家车库充电 可是台湾人骑摩托车 大部分没有自己固定的车位 所以你们其实你们这整套解决方案 是多半是有在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过去的就是一讲到电动车辆 你就会想到说你要充电 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个印象 那事实上大部分全世界首选也是用充电为主 对 好 那在台北这种地下人愁的地方 充电可以做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 特别是你住在中永和那种比较四楼五楼的公寓里面 对 或即使现在你住在所谓的华夏十几楼有电梯 然后你地下停车场有自己的机车的停车位 你试着把那插头往那墙上插插看 第二天管理会就跟你讲说 先生这个不可以 这样子你会 偷我的电 所以没有办法解决很容易充电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才鼓励以及创导一个新的business model 就是如果不充我们来交换电池 可不可以 那很简单 你今天在使用这个汽车的时候 你在家里面自己加油吗 没有 你去加油站 因为你没有拥有加油站 那你在使用手机的时候 你家家里面自己盖基地台吗 你也没有 你使用的是一个infrastructure 一个共享的infrastructure 对 那我们说那如果是这样子 为什么不能在外面有换电池站 所以等到你的车子快要没有电的时候 你可以就近找到一个换电池站 做电池交换 立刻就可以再上路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但是过去如果有厂商要挑战这种事 因为这个事情 它背后需要的是一个网路效应 有点像说 以前大家要卖传真机 那它总是要等电话线路先通了 或者是对面也有很多人买传真机 传真机才有用途 那你们当初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做一台这样子的摩托车 不会去担心说 如果没有一个政府 或是一个工协会来组织 去建设这个换电池站 这样的infrastructure 你们个别场上去挑战这件事情 是很大的一个hurdle吗 是 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特别是我们开始做了以后 我们才发现这个挑战 比我们预期中大很多 但是倒回来 其实政府有推过 政府之前透过环保署的公告 这个所谓的电池交换的一个标准 而且它也跟一些厂家在合作 那只是很可惜 没有真正看到太多的结果 已经有厂家投入 也改了车子 电池的规范也定义出来 那最大的问题是 消费者除了移动以外 移动是一个 从A点到B点 是一个必要的一个事情 对 但它对移动里面 还是有些起码的需求 比如说我要能够快一点点 对 我要能够方便一点点 所以当这个移动的选项 不够能够满足 你现在生活的需求的时候 你就不大想去尝试 所谓的这种不一样的technology 所以简单说 就是说目前为止 政府推动下面的解决方案 因为你可能不方便讲 那我帮你讲 就是它的摩托车太丑了 然后不然性能太差了 所以消费者不愿意采用 虽然可以换电池 但是消费者不愿意采用 概念其实已经有人做了 只是它的产品 是不是够吸引力 以及有没有足够的理由 去支持它购买 而且其实有时候 移动也不只是移动 比如说我要载女朋友 那车子如果很丑 女生就不想上车 那你就觉得很丢 或者是因为车子速度不够快 所以跟朋友一起出去 当朋友都已经不见了 在后视镜里面 都找不到你的时候 你的朋友很难交 所以Goro除了这个换电 用换电池的这样的概念 要去解决充电的问题之外 我们在摩托车 这个电动摩托车的设计上 也花了很多心思 我们花了很多心思 因为一方面 我们希望能解决 客人的一些疑虑 包括了他跑得够不够快 他跑得够不够远 他够不够安全 另外一件事情是 过去比较没有人在琢磨的 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一些 智慧智能带到车上去 其实在汽车上 慢慢你看到很多的东西 已经被实践出来了 在两轮车的市场比较没有 所以我们认为 以我们过去 这个团队里面 很多是3C background的人 以我们过去在做这些 mobile technology 其实好多的东西 都可以让你的车子 变得更聪明 变得聪明以后 不止你喜欢用它 而且你的环境 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安全 就是不管是便利性 或者是体贴 都会变得更好 都会变得更好 但我们先从速度开始谈起好了 我们为什么会去定义说 速度就是 0到50 用4.5秒完成 以这个标准叫做速度 其实很简单 我们回来看一下 台湾的机车市场 85%以上的机车销量 是100到125cc的车款 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骑125 那你刚说 那剩下有15%是什么车款 那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150cc黄牌红牌 就重机 对 所以其实大家都跑得很快 对 那如果你要做一个产品 没有办法满足 98%的市场的基本需求 速度 你很难有机会生存下去 OK 所以我们一开始 这个benchmark 就是我要做一个电动机车 而且要跑得跟125以上的 一样快 或至少是100 125这个区间 你会觉得说 是足够使用的 OK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 足够使用 只是达到最低标准 对 能不能更好一点 那如果你各位 在台北市里面骑的话 你其实你大部分的 使用速度的区间 是0到560公里之间 再回到0 再上去大概也很少有机会 不然就超速了 对 或者说你一定要跑到 特别的道路上 你才有办法去使用 60公里以后的那一段 对 所以在城市里面骑车 大部分就是0到60 60到0 所以0到60的加速度 比较重要 对 因此我们很强调加速 是因为使用电的这个技术 可以让它在转动油门的时候 扭力非常的大 所以你加速会变得很快 很轻快 而且我们为了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那个引擎 或是那个马达 是自己设计的 对 因为现有的马达 不是说没有油 但是要做到 可以连续的去使用它 是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设计这个马达 不止它的输出值很高 对 更重要是说 它可以让马达不停的运转 长时间的时候 对 因为这件事在传统的充电车辆上不重要 对 因为假设你这个车子需要三个小时充电 再热的马达都凉了 三个小时之后 可是如果我跟你讲说换电只要10秒钟 那你的马达还没有降温 又要继续在路上狂奔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次的马达里面会设计一个水冷式的装置 对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强调说 只要你有足够的体力 你的车子不会停下来 所以你只要能够骑到下一个换电站 你就可以继续骑 对 那100公里的这个range的设计呢 这也是透过这个user的一些研究调查去拿回来的 因为老实讲 现在电池的technology没有这么的进步 没有办法跟这个所谓传统的汽油车的距离上做匹敌 对 所以到回来我们就问说什么样是你可以起码接受的要求 对 那大部分用户跟我们讲说 如果你可以骑到100公里 大概我可以接受 那为什么会有100这个数字 对 就是心理上的数字 但实际上我们去看这个研究 102年交通部有做一个研究 说全国全台湾的所有机车用户每个月的平均骑乘里程 其实全国的平均数是400公里 所以等于一个礼拜换一次电池的感觉 差不多 但是老实讲没有那么ideal 就是可能还会再频繁一点 但是至少不是每天需要换 对 好我们今天再访问到是GoGoro的行销副总经理彭明毅 然后这边我们要来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请明毅跟我们讲讲 当初GoGoro怎么会是 什么样开始的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的科技酒吧 我是你们的店长杰米林之成 我们今天请到节目中的是最近热门话题公司 GoGoro的行销副总经理彭明毅 跟我们在聊到的是GoGoro的产品 刚刚聊到这个机车有很多特色 包括速度加速度很快 然后包括航行的距离也蛮长 有到100公里 相对远一些 然后也包括我们这个智慧型的设计 有透过云端的一些APP的连结 来协助你了解你的使用 里程数等等这些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工作 或是蛮大的事业 那当初其实创办人这个Horace 他其实在HTC已经 而且是那个时候是HTC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怎么会想要放弃他在HTC这么好的位置 陆学生他那时候是创意长 放弃一个这么好的位置 然后跑过来挑战这一件 seemingly是impossible的事情 我其实有问过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想法 而且愿意动手去做的人 那时候他就说他当初加入HTC 很多人以为他是来做智慧型手机的 实际上他不是 真的 他想要做的是把computing power放到你的口袋里 OK 在他准备离开HTC那一年 他觉得他已经差不多把这件事情给实践了 整个smartphone的风行 对 他希望能够去做另外一开始做另外一件更有趣的事情 能够带给这个地球也好 这个社会也好 一个新的改变的力量 对 那看到的就是我们知道的环境问题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能源的问题 能源的枯竭 环境的这些污染 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过去一百多年来使用汽油的这个方法 做一个更有效的调节 那会不会是一个更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他其实 Horris他其实这个人想事情的出发点 等于是解决人类的问题出发的 而不是说要做某个产品 我们一直在笑说 希望有一天我们坐在山上 然后喝茶聊天的时候 看到下面这些穿梭的车子说 我们参与过那个战役 我们当初是推动这个事情发生的其中一分子 可是他要做这件事情需要 其实需要蛮大一个资本 因为毕竟设计一台 智慧的电动 摩托车跟还有背后的这些换电池 这些系统是很贵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 也是为什么吸引我从北京离 就等于是放弃在北京的工作回到台湾 老实讲我一直跟Horris笑说 你知道我薪水从北京回台湾没变 差别就是人民币变成 就减了五分之一 就变成五分之一 他说为什么做这个事情 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 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同事 包括Horris怎么看的事情 有一些愿望或者是梦想 他需要很多人事实地物的配合 我之前在苹果待过 我们那时候做过Newton 我在台湾做Newton的launch 就是还没有成 beforeiPad之前失败的那个平板电脑 你说他technology厉害 厉害 都是很厉害的 那时候还有一个 有点像小的Notebook 叫做Message Pad 结果没成 到iPhone出来 我们现在看到说 电池technology 似乎有那么一点机会了 我们发现马达的技术 有那么一点机会了 所以technology慢慢要成熟 还不是完全成熟 相关的技术慢慢要成熟 你看到Tesla已经做了一些东西 你知道这个窗子或者门已经开了 所以你有一个 至少有一个缝 对有一个phone看到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机会点 那第二件事情 你有了想法 你有了技术 你要有什么 你要有钱 那钱是什么 你要有投资人 所以我们找到投资人 他跟我们有一样的vision 我们的最主要投资人 是银言良颖先生 他自己是那个 真的是华伦巴菲特的 这个响应这个所谓的 裸娟 对 所以对他来讲 他做这个事情 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他做这个事情 希望能够做一些好的事情 留给地球 可是这怎么会是那么巧 就我看报道上面写说 是Horace 刚好在想的时候 刚好碰到 就机缘 有的时候就是机缘巧合 然后就刚好那个时间 他有这样想法 而尹先生也刚好愿意支持这样的想法 那我们也跟 我们这个主要投资人讲得很清楚的说 这东西可能不会那么快赚钱 因为你知道这个投进去的资本 跟你他最后会有产出 可能有很长很长的一个delay 如果不用看别的 你就看现在最吼红的Tesla 他连亏13年 可能只有两个季度赚过钱 其他都还在亏 但是好 那即便是说有了这个热忱 然后有了资本 但是要做一台电动车 这背后还是有很多很多技术 必须要人家的帮忙 然后在台湾之前也没有 很好的这个车子相关的供应 电动车相关的供应力 其实有 其实有 我觉得所以我们刚刚讲过 人然后梦想技术这个资源 再来就是团队 那Hors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一个领导人 他可以找到 从各式各样的角落 找到各式各样的人 我们的团队很多 特别是Management Team 很多都是在中国 或者是在台湾以外的 其他国家在打拼的 因为都有一个相同的梦想 我们回来想要帮台湾 我们竟到了46 快要就不惑之年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在问我说 我在外商公司打滚了20多年 我对台湾的贡献是什么 老实讲 苹果做的再好 Microsoft做的再好 都是他们做的好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小小螺丝钉 但比如说明毅你好了 你那个时候是 或者是怎么找到你的 就是朋友朋友认识介绍 那一聊就觉得很投缘 就是有一个人也有充满热情 有一个人对这种 有轮值的东西充满了喜好 然后 但你那时候不会觉得说 我一辈子都在搞 电脑相关的东西 computing相关 软体相关的东西 然后今天突然要去搞一个 运输相关的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科技有趣的地方 科技只是把 把这相同的想法放到不同的产品上面 都会激荡出新的火花 我们认为如果可以把 这么聪明的手机里面东西放到 一个从来没有人想过 这个东西应该更聪明的上面 这不就是所谓的蓝海吗 所以等于是说你反而觉得说我们在IT的这个世界里面学到了这些教训 然后把它拿来放到摩托车反而会把摩托车带来一个神奇 我之前在手机产业待了蛮长的时间 我们就一直在问一个问题说 你知道今年卖的车跟五年前卖的车有什么差别 太多了 一大堆什么自己停车自己刹车各式各样东西都来 那手机当然更极端 你知道今年卖的手机跟五年前卖的手机有差多少 跟八年前卖的手机 八年前没有智慧型手机 我上次我一直把他手机摔坏了 我说我给你一个那个iPhone 5s 他说不要 我说为什么不要 萤幕太小 所以就是但很少人在用很多年前的手机 可是你再回来看一下 机车 摩托车都一样 你现在今年卖的机车跟去年卖的机车 跟十年前卖的机车很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可一样 你知道就是我们觉得 一个这么多人使用 台湾有1500万辆的摩托车 这么多啊 注册车口数 一年要卖65万辆的新车 一个这么多人用的产品 为什么他没有太多的technology的这个创造或者是投入呢 所以这对你来讲 是一个no brainer 就是我就来试试看 重新发明它 但我看你们的这个设计 我相信沿路上应该是碰到很多很多问题 很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比如说你那个 我看你们的设计是一个 用一个单悬吊的前轮 然后他自己去设计了轮圈跟轮胎 这几乎是重新 所谓的重新发明轮子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就是说 因为科技还有局限性 电池的电是有限的 电池价格是高的 那我怎么样把这个电能够 每一分的电都很有效的使用在移动上面 这是我们想要去克服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会重新设计全铝核心的车身 让它更轻 我们设计我们的水冷马达 而且是中置让它更好骑 我们设计新的悬吊 然后我们设计铝合金的轮圈 甚至还设计一个叫双能胎 就是在转弯的时候可以抓地很好 在执行的时候可以滚组会很低 这是跟振兴合作的轮胎 所以每一个东西我们都斤斤计较在考虑它 就是因为希望能够把每一丁点的电 都留在移动的性能上 这其实是蛮坚持的一个作为 因为一般来讲 如果在做一个新产品的话 你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引擎可能新做的 但是我其他东西可能将就一下 先用既有的产品 因为既有的产品可能已经量产了 它的成本比较低 那可以压低我整个车的成本 但是你们当初没有这样的事 我们没有往那个方向走 是因为我们认为 如果要能够在这个议题上取得突破 买现有的零件来重新组装 没有办法带给我们太多的利机 我在手机待那么久 就很清楚 现在手机就只剩两边了 没有所谓的中间的 要么就是最便宜 小米类 对 要么就是最贵 本来是苹果类 对 那中间为什么不见了 因为如果大大大多是买到 Qualcoin的component 某一家的LCD 你能买 我也能买 你有本事做这个价钱 我就有本事比你省两% 然后到最后就是杀到小米 那个位置去 或者说就是谁的量大 谁就可以拿到资源 所以小米可以在 今年应该已经爬到 曾经爬过前三 前四名了 对 对 这就是那个规模经济的优点 可是让规模经济 让他所有东西产品没有差异化 或者是说就 他有时候就牺牲了品质 对 然后到后来就是创意也不见了 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在这么薄的利润下面 去找到太多的突破 所以等于你们坚持走的是苹果的这个路线 或者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增加价值的路线 好 我们今天在访问到的是 GoGo Roll的行销副总彭明毅 聊天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我们再请明毅跟我们说说 未来的GoGo Roll GoGo Roll会往哪里去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的科技酒吧 我是你们的店长杰米林之诚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GoGo Roll的行销副总彭明毅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播的时候 已经昨天 GoGo Roll已经开卖了 所以 但我们这路的时候还没了 但你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 会很忐忑吗 忐忑是不至于 但是就是 又期待又怕被伤害 是这样讲吧 但现在其实新闻已经出去了 剩下就是看消费者买不买单 对 好那往前走呢 假设我们这个第一代的GoGo Roll 卖的不错 那会像之前的智慧型手机这样吗 每年都出一代新的吗 还是说它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车子的使用寿命比较长 对 大概一般人都看到是七年十年的一个使用寿命 所以说每年出一款像手机的速度 有一点不太现实 但是我们一定会往更多的产品的方向走 因为我们今天做出来第一台车 有蛮多的新的元素在里面 那当然也拿到国际上很多不同的媒体的一个赞扬 或者是家序 对 但是因为一分钱一分货 那你把所有东西摘上去的时候 它产品自然会堆叠起来 但是如果你再回来看台湾的整个消费族群 其实骑摩托车的并不是消费者最上面那一块 不一定是精撒尖端的消费者 除非是那种高级重机 对 BMW 所以我们在想着说 我们先用第一个产品来验证这个所谓换店概念的可行性 也同时在里面去拿到更多的实用的一些operation的经验 然后我们再来做相对更多人买得起 或者是更方便使用的车款 所以这个策略会有点接近当初Tesla的策略 有一点 就每一款车越做越便宜 对 然后随着量越大 它的规模经济也出来 对 不只是这样子 而且technology还会逐步的调整跟改善 所以当做到几年之后 我们有机会做到车子更聪明 可能性能也不会变太差 可是它有可能更便宜 对 所以我们等于期望说未来我们的车子能够做一些更大众accessible版本 但是除了价钱降下来之外 其实里面的科技是会更进步的 对 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个车很特别 就是它跟你的手机一样 它可以透过firmware的upgrade 可以软体的更新 对 那以前的你的车子买的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只想说开了两年还有新功能进来 对 你就准备换一台车有没有机会 但是我们的车子有这些 已经把这些想法都放进去了 可是在你的想象中 这会未来会变得有点像智慧型手机这样 就甚至里面还可以有自己的appstore这种感觉 maybe有一天你会卖一套google车是32G版本 跟128G版本 我不知道 希望有一天 但是我们在想的是 怎么样让客户的生活提升 价值 他买到东西的价值可以更高 而不是说现在车子只有越用越旧 它的残值越来越低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利用科技的力量 我们之所以用换电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今天的电池科技到这边 五年以后它搞不好会提升的 所以五年之后我把所有电池换了 我用一样的phone factor 但是我里面又放了不同的这个cell进去的时候 说不定它可以增加50%的行驶距离 而你不用换车子 你其实没有感觉 但是你的行驶距离就增加了 这就是我们大的梦想 就是说我们希望把车子的性能 透过Firmware可以提升 透过App可以提升 同时它的距离也可以提升 因为你不再拥有电池 我们来负责拿电池 那假设如果在台湾做的蛮成功的话 我相信这个梦想也不会只有台湾吧 我们应该也想要让它变成一个世界级的公司 我们很坚持从台湾这块土地开始 但是我们不会说只做到台湾为止 因为如果最后的目标是希望这个地球变得更好 那我们当然很乐意把这样的technology 带到不同的国家 老实际上我们在CS的时候 收到的200多个城市的邀请 我们最后非常坚定的说我们一定要从台湾开始 因为我们把台湾不只是自己的故乡 我们也把台湾当作一个非常高标准要求的一个试炼场 如果能够满足台湾的路况 天后 人的使用的方法跟频率 我相信在全世界很多国家 我们都可以很轻松的生存下去 有没有哪一个国家 你认为像这样的solution 我可能不能只叫它电动机车 这样的solution是特别适合 或是哪一个城市 老实讲 越来越多的欧洲城市 现在开始他们在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在城市都会区里面 禁止行驶汽油车辆 还没有达成决议 特别像在欧盟 德国也好 法国也好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因为整个基础建设 包括发电的设施 你做得很好 很多是所谓的再生能源 所以每一年的 在某一个固定时间 它的电的产量是一定会发生的 所以你知道在法国 德国有的时候 政府花钱请你用电 因为他没有办法把风停下来 过度生产 对过度生产 这个时候如果有电池 其实是美式 因为你可以把那个能源 不是为了用而用掉 可以把它储存下来 然后等到这个不同的时间 不同地点 再把它给使用掉 好 那听起来算是 当然现在刚开始了 但未来的梦想是很远大 那在这边 谢谢明依的介绍 那预祝GoGoro可以很成功 谢谢 那最后有一点点时间 就是说明依也算是放弃了 自己本来很游泳的工作 来加入GoGoro这家公司 那往前走呢 你们有没有特别需要怎么样的人才 来加入GoGoro这个梦想 我们找 我们其实找人才的方向只有一个 叫做热情 对这个很重要 所有的才能 智慧 技术 都有机会 培养 热情很难培养 OK 所以只要对这个梦想 有热忱的人 就可以跟你们联络 我们很欢迎有热情 有热情跟热情 一起来改变地球 改变台湾的同事 好 所以 这是一个从台湾开始的梦想 那希望它会成为一个全世界的梦想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也欢迎 今天已经可以买到GoGoro的电动车了 或者是去 GoGoro的网站 看看他们需要 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GoGoro